大家好 欢迎来到零度AI 2021年的时候 一篇文章曾经报道过 兰州拉面成了风险资本争抢的新宠 在上海 有连续三个兰州拉面的品牌 获得了风头 有的品牌甚至获得了 10亿元以上估值的投资意向书 据说有不少人都筹划着 在上海开家拉面餐厅来捞金 有人甚至预估 未来几年 全国各地都有可能会 掀起一轮兰州拉面的创业热潮 具体几年不太清楚 但据这些新贵 拉面品牌获得投融资后 两年半的时间里 这碗高端的兰州拉面 年轻人就已经吃不下去了 据2022年中国消费者餐食类型 报告显示 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偏爱面条 占比高达50.4% 这一数据足以证明 面条在中国餐饮市场的地位 而在2020年 全国的300万加快餐店中 面馆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 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兰州拉面作为西北小吃的代表 凭借着汤农未先的拉面 风靡了全国 在商场的繁忙角落 拉面店悄然展露头角 成为资本的新宠儿 在资本的狂热追捧下 陈香贵一年内迅速扩张 新开了170家店 投入超过2亿 其创始人将军自豪地宣称 在直营餐饮品牌中 只有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开店速度 能与我们匹敌 与此同时 张拉拉连续获得三轮融资 遇见小面 五爷半面等品牌 也相继在半年内完成两轮融资 在资本的加持下 新贵们的店面迅速蔓延 估值更是节节攀升 马济勇 陈香贵等品牌的估值 一度超过10亿元 遇见小面的估值高达30亿元 而老大哥和辅捞面 更是飙升至70亿元 这股热潮甚至引发了拉面师傅的大迁徙 他们从甘肃等地涌入上海 成为了这个行业中最紧缺的人才 这些年来 拉面馆在资本大佬的眼中 地位飙升 仅次于奶茶和咖啡 红杉 彭讯 高陵等巨头纷纷慷慨解囊 网红拉面在短短6年内 获得了18轮融资 总价值突破25亿元 令人咋舌的是 2020年才崭露头角的陈香贵 在门店不足10家时 便吸引了3亿融资 如今在大街小巷里 却很难看见兰州拉面的身影了 曾经风靡全国的兰州拉面 为何如今门店越来越少 为何大家都不愿意去吃了 这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魔都上海 这座充满神奇的城市 总是在孕育着新的传奇 有人曾说 这里就是逼格之神的诞生地 不论是什么产品 只要一太入这片土地 即便价格高昂了 也挡不住人们的热情 天价咖啡 每杯高达6200元 却引得网红们竞相打卡 半颗皮蛋 两颗菜心配上猪油渣 以中餐日做知名 就能狂赚2000元 一条标价98元的生吐司 每日销售量高达1200条 甚至被黄牛炒到了300元的高价 然而 这个城市的魅力就在于 风神与毁神只在瞬息之间 最近 一碗30元的网红面馆 卖不动了的话题 在微博上引发热议 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网红面馆 如今却惨淡经营 甚至有的已经破产清算 那些曾经遍布全上海的知名品牌 儒家有好面 上个月宣布破产清算 过去15个月里 五爷半面关了将近600家店 其实不止五爷半面 其他新贵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像是马继勇 张拉拉的日子也都不太好过 窄门数据显示 马继勇当前现有门店为228家 张拉拉门店仅剩56家 时间拉回到2021年 那一年 粉面馆成了最吸睛的赛道 包括和斧捞面 遇见小面 五爷半面 马继勇和张拉拉在内的 各大面馆新贵接连受到资本追捧 除了成立于2020年的张拉拉 连续获得三轮融资 遇见小面 五爷半面等品牌 也均在半年内联融两轮 有了资本加持的店面 快速扩张 新贵们各个估值狂飙 头部品牌和斧捞面的估值 一度达到70亿元 然而到了2022年 面馆们的扩张步伐 和融资速度明显放缓 2023年更是出现了集体关店潮 回想起两年前 他们还被人们誉为时代的新风口 一碗面的估值高达70亿 然而 如今这些曾被资本热捧的网红面馆 却无法再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这其中的故事 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人穷了 吃碗拉面也要寻找性价比了 中产阶级反评 在一碗拉面上凸显的淋漓尽致